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什么是访谈 什么是主持上面的一个技巧 其实谈到主持人有很多不同的功能 他可能是串场的 他可能是负责效果的 他可能是负责一种提醒的 或者是介绍出来这个主题的 所以要介绍出来这个主题 包括人事时地物等等 这就跟访谈技巧很有关系了 好 所以我们先来发现一下 其实访谈技巧 或者是你可以称呼它叫采访技巧 其实有一些很重要的基本功夫 像是第一个最重要的 你今天想要访问谁 你想要到哪里去访问 都要进行很基本的一个资料的收集 所以怎么收集资料呢 好多人都问我这个问题 如果我不认识某某某 可是我今天却要认识来访问某某某 该怎么办呢 其实有很多的方式可以去进行资料收集 像现代人最习惯使用的资讯搜寻的方式应该就是 登登登登登 上网 可是呢 有时候上网你可能会Google到错的东西 所以呢 还是蛮鼓励大家可以透过一些书籍啦 或者是简报 或者是一些专业的一个书籍的体材 来收集资料 这就可以先让你认识你要访问的主题 还有呢 受访的对象 你可以稍微对它的基本资料做一些整理 第二个采访技巧呢 就是要弥定访问大纲 可能很多人都说 你们广播人啊 或者是做访问的人常常是蛇灿莲花 好像源源不绝的都不会吃螺丝 还是会啦 可是呢 我们为什么可以这样子源源不绝的发展问题呢 那是因为我们在事先呢 已经好像写剧本一样了 在我们脑海里面呢 想了一些特别的剧本 想想看这个访问要怎么进行 所以呢 像我 我很喜欢写东西 所以呢 就有这个访谈大纲可以给大家参考一下 大家可能会看到好多红字喔 还有本来呢 可能是像电脑打字的部分 基本上呢 电脑打字出来的部分 是我本来预定的这个访问大纲 可是红字出现又是什么呢 因为我跟这个受访者进行实际的一个对谈了 所以当他在谈话的时候呢 我都会随手记下一些关键字 所以我的访谈大纲呢 就是按照一个逻辑的一个情况来出现的 这样子一来呢 嗯 我就可以做一场非常开心的访问啦 像这边呢 就是我的这个访谈笔记本 哇 我都会写很多 哗里哗啦的一些关键字 其实这就是鼓励大家 其实访问一点都不难 可是你要做功课 而且呢 要收集很多很多的资料喔 第三个呢 访谈的过程该怎么样进行呢 哇 好多时候呢 我们都会碰到陌生人 你就会觉得 非常紧张 有时候呢 像我访问一些 我心目中从小就听他音乐的歌手的话呢 我会好期待 好期待喔 可是呢 就非常紧张 这个时候你还是要先沉住气 一定不要让自己的一些胆怯 害怕被人给看见了 所以呢 先把自己的情绪稳定一下 要认清楚你今天是一个专业的主持人 或是你是一个专业的访谈者 所以第一个就叫做自我角色定位 第二个呢 其实呢 在飞语言传播当中 有一个很重要的 大家想说什么是飞语言传播 就是像是肢体动作啦 像是眼神啦 像是呼吸 像是衣服 其实都是飞语言传播 还有一种就叫空间的摆制 可能我们在坐车的时候 你会知道有什么主位 有长官要做的位子 有客人要做的位子 你去吃饭的时候 可能一个圆桌也有一个最重要的位子 其实啊 当你在访问这个来宾的时候 你可以跟他像朋友一样的这种位子的设计 不要让他觉得好像有高对低 这其实会让受访者也很紧张 所以空间的配置 或者是你要进行一些感性访问的时候 像你可以使用灯光是比较偏黄色的 其实这都可以帮助受访者 在比较愉悦的情况之下来进行访问 第二个呢 就是你要适当的回应 还要随手记录 还有不可以随意强化 适时的可以中断他 像我刚刚就说随手记录啊 因为他在表达一个想法的时候 身为广播者不可以立刻的把他的话给打断 因为呢 这在广播听起来就会非常非常的吵杂 所以这个时候你可以先让他把话给讲完 然后你把你刚刚记下关键字 这个时候再回应给他 再来问他 还有呢 如果很多人觉得说 那他一直讲都不停怎么办呢 有一个方法可以解决 像广播录音之后呢 你可以剪接嘛 另外一个呢 就是你事先可以跟他沟通 也许我们这段访谈只有八分钟 所以呢 八分钟到的时候呢 我可能会给你打个圈 摇摇手 希望你可以先稍微停一下 其实呢 这也可以帮助访谈的部分 是可以很顺利地进行的 好 访谈当然有一些技巧了 当然控制内容 时间 还有呢 我刚刚说 其实我常常会想一些脚本 所以我自己脑海中就会想 我问他这个问题 他会有什么回应 那他回应之后 我又该怎么办呢 所以你自己就要先想一想 不可以 这两手空空脑袋空空就去访问了 好 最重要的一个访问呢 其实跟人际之间的关系很有关系 怎么说呢 我们常常会碰到很多不同的人 我刚刚一开始也说 其实不管什么行业的人 都应该要有访问的技巧 就是应该要建立起你的人脉关系 因为其实大家都相辅相神 在这社会当中来生存嘛 所以你把自己的资料库累积起来之后 一方面你的访谈技巧功力会不断地提升 二方面 当你下一回碰到类似主题的时候 你就可以找相关领域的朋友 来成为你很大的帮助了 好 所以这就是采访很重要的一个功夫咯 怎么样提升功力呢 最后提供给大家五个字的秘诀 叫做人是时地物 第一个 人 你了解你的听众 了解你的主题 第二个事情 你做这个访问的目的 他想要达到什么样的一个特色 第三个 时间 这个时间 它是被白天给听到的 它是适合在活动里面出现的 它是适合在夜晚时分的 时间很有关系 第四个原则 你们在什么地方来进行访问 或者是进行主持的活动 这个就是地点 再来最后一项就是物 你们会使用什么样的资源 来进行这样的一个采访 所以好 采访最主要的五个 平常功夫的累积 人是时地物 就和大家一起来分享咯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